則是以使用次數的引力來設定這四種權重所獲得的推薦結果 校維號 接下來在第二個實驗的部分 比較三種推薦系統間的查案 首先在第一種 單以使用者的顯性行為為主要考量依據的三種式推薦系統 由於評比的資訊系統 所以所有的群集都被分為在同一群集 而左下表這個組則是以推薦的目標使用者 所做的相似度計算結果 而右左邊這個組則是推薦給目標使用者的他不能推薦使用者 第二種推薦系統則是未考量的時間 然後考量使用者的顯性及引進行為 透過群集分析可分為三個群集 而目標使用者被分到第三個群集 左下這個表則是相似度的計算結果 右左邊則是推薦給 重度使用者UIT335的PubN推薦使用者 第三個則是本路人提出推薦幾次 同樣透過群集分析可分為三個群集 目標使用者被分到第二個群集 同樣的左下表 左下這個表是以目標使用者為參考的相似度計算結果 右左邊則是推薦給目標使用者UIT335的PubN推薦使用者 透過上面這個表及下面這個圖 我們比較三種推薦系統間的差異 由上面這個表我們可以得知 本論文提出之推薦系統 可以獲得較好的推薦結果 而且由於本論文提出之推薦機制 考量使用者的顯性及隱形行為 所以可以改善單以使用者的顯性行為 為依據的本論式推薦系統 可能產生的心疏性問題 而且在考量時間的因素下 更能準確地預估使用者的計時偏好 接下來在第三個實驗的部分 則是針對本論文提出之推薦機制的效果 首先在隨著時間而改變的拆引柱部分 在拆引柱的拆解部分 我們以下面這兩本組來做公理 左邊這個是未考量時間的因素下 使用者在社群間的拆引柱 並不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做拆檢 那右左邊這個是本論文提出之推薦機制 會隨著文章的發表時間 距離目前時間的長段 來對於使用者在該社群的拆引柱 做指負的拆檢 而使用者在不同社群間的拆引柱有所變化時 是否可以即時地反應使用者在不同社群間的拆引柱變化 我們以下面這兩本組來做說明 首先在未考量時間的因素下 一般的推薦機率容易在以下的方法來計算使用者的拆引柱 所以並無法反應使用者目前的拆引柱變化 而右左邊這個組則是本論文提出之推薦機制 它可以隨著時間的改變即時地反應使用者在不同社群間的拆引柱變化 進而給予使用者一個較即時的推薦結果 而在Performance的部分 在這邊我們以重度使用者作為推薦的目標使用者 在推準確度可高達0.8 而Record可高達0.4 而在F1-Major也可高達0.5 而在以輕度使用者UID-66為推薦的目標使用者 透過上面這個表記 我們可以得到準確度可高達0.7 而Record可高達0.5 而F1-Major也可高達0.6 由於本論文主要是以使用者的顯性行為為主要的考量依據 所以相信這個結果也是可以接受的 而當一個新使用者加入社群時 我們以該社群的最高參與度使用者推薦給目標使用者 我們以下面這個例子為例 在社群ID-8782的社群裡 我們以該社群的最高參與度使用者 推薦給目標使用者 所獲取到的推薦準確度也可高達0.5 經由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以社群最高參與度使用者 推薦給目標使用者 來改善Costar的問題 接下來是我的結論部分 在這邊本論文提出是推薦機制度 考量使用者的顯性行為 來改善系統性的問題 而對於新使用者 我們在該社群最高參與度使用者 推薦給目標使用者 來改善Costar的問題 而且在考量時間的因素下 我們更準確地預測使用者目前的偏好 並且提供使用者一個較適時 而且較適合的推薦結果 接下來在Vitual Work的部分 在這邊本論文未考量角色的問題 相信在不同的角色對於 用者的欣慰及貢獻的人 會造成不同的結果 而且較適合的權重設定方法 相對的也會對最後的推薦結果造成影響 或者更適合的時間計算公式 來求得更好的推薦結果 而在這邊 本論文主要是以SLS過去的紀錄 做了我們分析的依據 並未將本論文提出之推薦機制 只做在這個平台上 建議以後 將本論文提出之推薦機制 只做在相同的領域上 以求得效能的評估值得 那我的報告上就覺得 請問各位老師有什麼問題